我赖邻居楼道放杂物 我一怒之下全给他砸了 结果他还赔我三万块 我的邻居一家都是奇葩 自从他们搬过来之后 我这居住环境是一天不如一天 他儿子是每天在楼道里吸烟打电话 也不知道咋想的 非要跑我这边来吸 那烟全都飘我屋里了 这大夜是养狗 每天在楼道里给狗刷毛 因为我家是楼道队里面 我每次回来都沾一身狗毛 大妈就更奇葩了 总是在单元门口站着 只要过人就拉着人唠嗑 也不管认不认识 你能想象我每次憋着想 被大妈拦在楼下不让走的紧迫吗 而且他们搬过来没多久 也不知道从哪逃换了一些旧门窗 带锅里的连招呼都没打 就直接放我门外了 这可是我门口啊 虽然不影响我进出 可我要是搬个东西 或者我之后再长胖了 那就太别扭了 最让我生气的是 他们屁都不放一个 这是根本就没拿我当回事啊 真是欺负人没脾气 我扭头就去找他们了 开门的是隔壁大爷 你有什么事吗 呵呵 这老头真会揣着明白装糊涂 我问他为啥把东西放我门口 大爷就给我东拉西扯的 说这些门窗过段时间就要用 还说什么站的是公贪面地 跟我没什么关系 我一盯就放一段时间 心想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就也没说啥 可转眼过去了三个多月 这些门窗上眼瞅着都挂了支柱网了 有一天我回来 一步留神一脚踢在了窗户脚上 当时我就感觉 我这小脚趾好像断了 疼得我原地僵直 半天才缓过来 不行 不能再让他们放着了 这以后不定还要给我 带来多大的伤害呢 于是我又去找他们 这次开门的是他家儿子 嫩儿发迹的 我问他外边这门窗啥时候搬走 就这么放着吧 反正不碍事 什么 不碍事 你怎么不放你家里啊 你说句痛快话 到底什么时候搬走 不知道啊 再过个几年吧 这东西反正也放不坏 这一下可把我气炸了 不行 这东西非常影响我的进出 我已经不止一次被他绊到了 我再给你们一天时间 明天我回来之前必须给我搬走 要不然我就不客气了 呵呵 你瞎啊 那么大东西看不见 我今天不想跟你们废话 明天搬走 咱们啥事都没有 临走 我还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到了第二天 我一出门 就看到门窗上还多了一堆垃圾 不用想也知道 他们这是故意气我呢 呵呵 太幼稚 转眼到了下午 我回家 一眼就看见楼道门窗还在放着 而且上面的垃圾还更多了 我一次次的忍让 换来的却是得寸进尺 我如果再不发威 他们就要起我头上拉屎了 这次我连招呼都没打 进屋拿出来一个哑铃 罩着窗户上的玻璃 就狠狠砸了下去 噼里啪啦 一下玻璃就全碎了 听到声响 何必大爷大妈赶紧跑了出来 跳着脚才骂我呢 我也毫不退让地大声跟他们吵 就在这时 他家儿子也跑了出来 上来就给了个电炮 这俩老东西一看动手了 就也帮着他儿子打 老太太那爪子挠得可太疼了 最后还是别的邻居报的警 到了派出所 这俩老东西就开始表演了 说自己浑身上下脑袋疼 幸亏我的门上安着可是门铃 可以证明我全程没有动手 而且我这情况肯定是轻微伤了 我说这俩老人岁数大了 我可以不追究 但是他儿子必须要拘留 这下他们才怕了 要真被拘留了 首先他儿子工作肯定就没了 以后小孩可能也会受影响 考虑到我也砸了他们东西 四舍五路一下 我就要了三万块 你们说是不是太便宜他们了 我是王金条 我的愿望是世界和平 么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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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